抗中鼎台大将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率团来台会见蔡总统 更要传达美国跟台湾站在一起 我要感谢美国政府及国会 持续透过国防授权法等方式 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 盖拉格此行马不停蹄 随后跟副总统赖清德见面 至此时也对北京划出红线 毕竟金门的快艇事件还没解决 惊吓冲突一触即发 盖拉格的说法就是要警告中国 别轻举妄动 而美方在这件事情上 也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就在同一天美方也宣布对台军售 将帮助国军升级Link-16系统 此项装备有助于增强台湾的 战场感知能力 美国的这个宣布 等于是稳固住对台湾的支持 中国利用意外事件 打破现况创造新常态 马祖海域21号下午就出现 三艘中国海警的海间船 距离南干岛更只有5.5海里 对岸的舆论打手胡锡进 就认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台方今后没搞出一个事端 就需准备迎接大陆力量的 进一步推进 他们除了接受新的现实 别无选择 台湾会跟其他民主国家 就是联合抵御 中共的这种 就是战狼外交 军事扩张 中国蚕食侵吞 限缩台湾的生存空间 就算有美国力挺 但在520赖信德主阵之后 受到的挑战 恐怕只会越来越大 欢迎新闻送去李景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